你觉得我们现在从你身上了解了哪些有用的信息呢 你2013年参与过中国微博诗选的这个诗刊发布会 有诗歌入选 我想问问你 你刚才写的你自己的那些诗 你有没有带来 要跟我们现场展示 这个到下一环节展示 你觉得仅仅靠这些 我们能够给你一个岗位吗 我觉得还是有点欠缺 有点欠缺 对 你觉得欠缺在哪 还是个人 我本身不是科班出身的 不是太专业 错了 你的表达有问题 我们不是说 必须得把这个岗给这个专业毕业的人 你可以问问在座的每一位企业家 有一些岗位 他的最后求职成功者 他专业未必是学这个的 对不对 你的问题是 我们说什么 你都给我的感觉是语焉不详 你要知道你到企业去面试 问的可能问题比我们还要尖锐 还要犀利 真的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还是有点欠缺 你现在别说欠缺 你可以认为自己有欠缺 但是不是让你到台下改 而是让你现在在台上就要做出改变 你不自己写的吗 勇敢做自己 小张 我来鼓励一下你 我要站在你的立场上去说话 好吗 谢谢老师 因为有很多文字很好的人 不善言辞 在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说小张 第一个你不用担心 你的学历啊 那些东西都不重要 因为你已经是工作了几年的人 我们最终还是要看你的作品 拿你的实力来说话好吗 我对于每一个在北京追梦的人 我都保持一颗尊敬 我愿意给你机会 这个曹徐先生 我特别尊重你的观点 我就是在尊重且认同你的观点的前提下 我才希望他好好展示 能给他个机会 但是问题是 现在我们能看到他的作品吗 其实刚才大卫已经非常宽容了 他说我们问问题不是为难你 其实如果你去职场面试 我们问几问题你不回答 我们就直接让你走了 谁没事一定要把你的问题问出来 我们不是要关心你的隐私 我们是希望有这么一个舞台 让你有个机会 把能力展示出来 你老再怪说我自己专业不对口 不重要了 你毕业七年了 而且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网络宣传 干了一年多 你已经解决了从专业对口到岗位对口这件事了 你之后没有做网络宣传这件事 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是因为你的专业 你这辈子再也不要拿我专业不对口这件事拿出来说了 已经过去了 对吧 你今天说你喜欢做新媒体 你就在新媒体这方面做过的任何努力 我们真的是像你爹一样在帮你挖呀这个 不 你们要作品对吧 在中国诗歌网上 他一共有11个作品 7个粉丝 在上面的话没有一次有人为他付费 这个是我爱好 我不在乎这个付费 但是你是16年的3月19号到现在一共就11个作品 我不知道这个诗人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比我还要水 我都做不去我没有上传 都在我个人的一个 你别老解释 那你今天带展示的内容了吗 展示你文案水平 你能不能提前到现在来展示 你愿意现在在第一环节展示吗 诗歌的话我是反正放到 就现在能不能展示 如果不展示不一定有第二轮了 就这么跟你讲 我现在不展示 我现在就是用起重机来拉你都拉不起来兄弟 到后来是越来越紧张 然后就是没有意好好的去发挥 然后就越棒了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完全懵了 没关系 冷静一下 你要是太紧张就抱一抱大岳老师 他可以解压 谢谢老师 老师老师 我会给你留灯到第二环节 你再好好展示你的作品好不好 谢谢老师 他的状态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 跟他的经历特别相似 很有才华 但是缺少机会 因为他无法跟现在的社会以及企业 去做一个完美的接洽 那个朋友是我发掘了他 并且他在我以后的事业上 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就是他的才华只要用对了地方 能迸发出无限的潜能